欢迎收听有声小说《震魂》作者Priest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震魂》第十一集 难道还要去请示一只猫? 沈薇带着从食堂打包出来的饭菜 走进了校医院的时候 就看见郭长成是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口 探头探脑 是想尽又不敢尽 而那只长了惊的大黑猫 则舔着个肚子 舒适无睹地蹲在一边 自顾自舔着自己那乌黑油两的毛 你不是 沈薇说到这里 才略微有些尴尬地顿的顿 刚才他一直注意力都没有放在这个人身上 不好意思 怎么称呼呢 郭长成让他吓了一跳 但随后就认出是沈教授 面对沈薇的时候 郭长成的压力明显要小很多 在沈薇身上 他感觉不到赵云南那种 就是再和蔼的态度也挥之不去的压迫感 大概这就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的魅力 郭长成是羡慕地想 跟气场墙的人在一起 他游刃有余不显弱气 跟自己这种大废柴角 终身会员在一起 他也绝对不会显得是那么盛气凌人 我姓郭 郭长成是小心地说着 哦 是小郭警官呐 在这干什么呢 郭长成迟疑了一下 不知道领导给自己的任务 这能不能说给别人 他举旗不定 于是就低头去看大庆的脸色 可是那大庆是一只长毛毛 这一脸油光水滑的黑毛 郭长成愣是没从里面找到一点表情 大庆看到现状 默默地用前爪捂住了脸 喵 光天化日之下 人话不好好说 难道还要去请示一只猫 真是个奇葩 他感到 他们英明神武的领导 对这位奇葩实习生下的结论 绝对是正确 而且一针见血 幸好沈为识去 见他为难 立刻开口说道 啊 你看 我这句话也是没过脑子 随口一说 对不住 不是真的想瞎打听什么 郭长成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尽管他没想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羞愧 哦 对了 吃饭了吗 我买的比较多 不介意的话 一起进来吃点吧 郭长成是才要开口拒绝 这肚子里就叫了一声 即使 他从头天晚上到现在 这已经差不多是一天水米未尽了 正在他拿不定主意在原地纠结的时候 沈梅已经成功地召唤了大庆 来 咪咪 我带你买牛奶 值班的医生估计也吃饭去了 咱们悄悄的 别让别人看见 眼瞅着他的主心骨 肥猫大庆已经被糖衣炮弹打趴下了 屁颠屁颠地抛弃了自己 郭长成是毫无办法 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跟他上去 沈梅大概是怕他尴尬 尽量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说话 小郭警官看起来年纪不大 跟我的学生差不多 刚工作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郭长成是老老实实地交代 哦 今天第二天 进入社会的感觉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极了 不过郭长成嘴上还是真词卓句地说道 还行吧 沈梅就带着一人一猫 走在校医院狭长的楼道里 隐藏在眼睛片下的目光闪了闪 继而是若无其事地问道 同事和领导对你都还好吗 赵初对我不错 哦 就是上午那个人 同事们 郭长成的表情微妙地扭曲了一下 他想起了老吴那纸糊一样的脸 汪张那相被砍了之后又缝上了头 这终于是有些牙疼地说道 也 也挺好的 赵初 沈梅滴滴地重复了一句 你们赵初平时忙不忙 大概 大概是忙的吧 我第一天来真不知道 那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挺好的 看你的样子 你怎么有点怕他呢 那 那可是领导 沈梅闻言是失笑 知道同仨这里也问不出什么 也就不再折磨他了 两个人一起到了李倩休息的病房 沈梅看起来像是冠鱼照顾别人的 麻利地摆好了饭菜 分好了餐具 又找到了微波炉 热了几袋牛奶 最后把一次性饭盒上面的盖子撕了下来 倒上热牛奶推到了大庆面前 都吃饭吧 别愣着了 郭长城早已经热得前胸贴后背了 可这食欲却依然不甚浓厚 上学那会儿 他就不怎么在食堂吃饭 不是嫌饭不好吃 而是因为一旦人多了 就会有人过来拼桌 他就觉得不自在 到时就是食欲全无 更不用说 此时在病房里 要和两个陌生人一起吃饭了 而李倩更是食不甘味 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 他好像都非常的混乱 要不是笑医说没事 沈薇几乎怀疑 他是嗑了药了 沈教授发现 只要自己一沉默下来 整个病房就只剩下那大黑猫 舔牛奶的声音 他也只好没话找话地问李倩 你说自己是本地人 家住得远吗 不远的话 先回去休息几天吧 有事我会去帮你们导师说的 李倩手里的筷子几乎不可见地顿了一下 质疑了一会儿 才轻轻地说道 家里 家里在办丧事 这两天来的亲戚有点多 住不开 沈薇是一愣 李倩用筷子轻轻戳着碗里的米饭 我奶奶前两天去世了 啊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要接顺便呢 李倩低着头 并没有接话茬 这有一口没一口地干咽着白米饭 沈薇拿起了一双多余的筷子 当成公筷 给他剥了一点菜在碗里 老师随便买了一点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多少吃一点吧 一直假装自己不存在的郭长城 却忽然突兀地插话道 我小时候也是奶奶带大的 是十六岁那年她没了 因为这个我整整修了半年的学 沈薇和李倩一起看下来 郭长城沉默了一会儿 从小我就不争计 别的孩子欺负我 我既不敢还手 也不敢哭 被他发现了 就带着我一路找到学校去 然后我回家数落我 他领着我出去买酸奶 买巧克力 买糖 买庆丰的素馅包子 可买回来 他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 全给我 都给他送到嘴边了 他就咬一个边 我小时候就一直想 长大了挣了钱 一定要孝顺他 也给他买酸奶 买巧克力 买小包子 可是他没等到 李倩不知道被触动了什么 眼睛里开始泛出了泪花 郭长城无知无觉 他不像是在跟别人说话 反而像是自言自语 他是晚上睡觉 睡着睡着就没了的 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发现人没起来 去叫 才发现 那两年 我总是梦见他 休学的时候 就天天梦见他用手推我 跟我说 念书去 好好念书 后来 我赴了学 有时候成绩好了 他就对我笑 成绩下降了 他就绷着脸 看着我叹气 直到我上了大学 郭长城的母鸭 就像是一颗被双打了的茄子 沈薇忍不住地摸了摸他的头 郭长城羞涩地对他笑了笑 笑容是稍纵即逝 我拿通知书都比别人晚一些 第三匹嘛 都已经拖到九月份了 那天晚上 最后一次见他 他跟我说 你成人了 奶奶放心了 就走了 我问他要去哪 他只是摇摇头 说是 去死人该去的地方 活人就不要打听了 然后这些年 我再也没有梦见过他了 一回都没有 我大白说 他是投胎去了 李倩的眼泪 像断线的珠子似的 无声无息地往下滚 我的意思就是 郭长城是笨拙地抓了抓头发 难得因为感同身受 叫他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 他几乎都要自己佩服自己了 同学 你别哭了 我奶奶刚没的时候 我也觉得天都塌了 觉得以后没法孝顺他了 还读什么书啊 努力干什么呢 我当时愿意拿我的寿命换他 可是 我还是不会说话 我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伤心 去世的亲人都在看着我们呢 这话不说还好 这一说出来 李倩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是嚎啕大哭 这止都止不住 哭到最后 他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了 这手脚都在无意识地抽搐着 沈威赶紧出去叫笑意 郭长城还从没见过一个人 能伤心到这种程度 是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 这笑意平时只是开个感冒药 或者是歇药 这还没给人打镇定剂的工作经验 你看李倩这样子 立马是大手一挥 转而远啊 郭长城只好跟着沈威 这一起把李倩带出了校医院 坐在沈威的车上 按着一个奄奄一息的陌生姑娘 郭长城透过车窗 看着渐行渐远的龙城大学 越发觉得 工作这玩意儿 真是糟糕偷懒 沈威既不是李倩的导师 也不是他的辅导员 更不是年级私政 作为一门选修课的认课老师 他实在是已经认真负责到了 人之意尽的地步了 至少郭长城就从没见过 他们那个小破学校 有过这样好的教授 挂号 颠覆诊金 都是他在操办 直到把人送进了急诊室 郭长城又看见沈威在楼道里 打电话跟同事询问李倩的情况 以及家人的联系方式 尽管沈威的语气 一直是不紧不慢 彬彬有礼 可郭长城 还是听出了一些问题 沈威和李倩的父亲通电话的时候 他总是一句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 似乎一直在被对方打断 片刻后 沈威就有些无奈地放下了电话 这捏了捏鼻梁 又打了另外一通电话 这一连几通都是这样 郭长城冷眼旁观 觉得沈威不像是通知学生家长的病情 其艰难程度 简直像是在上访 那头亲爹亲妈孤姨娘就 这阴恶个跟踢皮球似的相互推诿 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说要来看看 就连郭长城都听出了几分火气 心想这伙人震他娘的草蛋 清端难断家务事 别人家里就是这样 沈威也没办法 挂了电话 双手抱在胸前 靠在墙上皱眉 他宽肩斩腰 双腿修长 长袖衬衫扣子 扣得严严实实的 鼻梁上架着无眶的眼镜 这么一看 简直就像是香水广告上 充满禁欲气息的男模 他一声不吭地 敬礼了片刻 郭长城几乎以为 他会张嘴骂人 可是沈威 却依然是什么话都没说 片刻之后 沈威眉间皱出的痕迹还在 却抬起头对郭长城笑了笑 今天真是谢谢小郭警官了 不如这样吧 你先回去 我一个人照顾这个学生就行了 别耽误你别的工作 我 我没有别的工作 郭长城是那那的说道 正好和从他随身袋子里 奋力争出一个头来的 大庆队上了眼 他在猫咪碧绿的眼睛注视下 这鬼使神差的是脱口而出 赵处就说让我跟着他 没说让我查什么 也没说让我什么时候回去 当郭长城被赵云兰忽悠出来的热血 退去的时候 他就本能从这一趟莫名其妙的任务里 明白了什么 他拭目的 但是他不傻 跟着个病病歪歪的小姑娘 这才不是什么锻炼人的任务 找出这多把是嫌他爱事的 也是 他这种狗屁能耐没有只会添乱的人 能进特殊调查处 本身就是靠关系 才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就已经板砸了不知道多少件事了 这样的废物 谁远一咬呢 你们赵处不是那么想的 沈威是颇感无奈地说道 虽然他心知肚明 赵云兰妥妥地就是那么想的 别多心 郭长成再次忧郁成了一朵 肥头大耳的蘑菇 过了一会儿 医生出来了 说李谦是受了刺激 加上他长期处于负面情绪 营养不良 低血压 反应比较激烈 已经给他打了镇定剂 睡了过去 建议先住院 沈威只好给他办了住院手续 两人一貌的神奇组合 在医院陪着李谦 直到这天的太阳西沉 他的家人也没有一个过来看看的 沈老师 他家里人不管他吗 沈威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于是叹了口气 郭长成坐在李谦的床边 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他要那么的伤心 情绪反应会那么的激烈 哭到抽搐 甚至去跳楼 因为世界上 或许唯一一个爱他的人 已经不在了 从此 没人会在意他的喜怒哀乐 没人会一直 隐隐注视着他的背影 一边留脸 又一边希望 他能走远一些 而夜幕 就这样降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稍后继续 震魂第十二集 就这儿 给我倒回去 赵云 难关 郭长成 分开以后 就开车 回了光明路四号 第一件事 就是直奔办公室 把大学路口的监控路下 从头到尾来回放了三遍 白天的办公室 看起来萧条了很多 行政科的屋子里 只有一个女警在值班 这位女警 看起来也就是 二十来岁的年纪 简单地梳了个马尾 胆装 露出光洁漂亮的额头 她的眼睛 半睁半闭着 身色庸懒 好像要睡着了 可这手底下的活 却是很利索 女警上身穿着制服 可这腿上 却盖着一块长长的毯子 始终坐在椅子上 这也不移动 如果不是脸色红润 她这个造型 看起来就像是 大病出狱的 可能是毯子有点长 这一端垂在了地上 被赵云兰不小心踩了一脚 把另一边也掀了起来 毯子下面 一条巨蟒的尾巴尖 突兀地闪了一下 又很快地缩了回去 女警头都没有低 注意力依然在录像上 随手把被踩下去的毯子拉平 办公桌的桌角上 贴着她的名牌 名字是祖宏 监控录像不太清楚 被某种不明磁场干扰 时短时序 这有时候还冒雪花 里面信息也不多 毕竟发生命案的地方 其实是在大学侧门旁的小胡同里 而监控装在大学路的路口上 拍到了的 只有死者卢若梅 和李倩在大学路上相遇的一小段 时间显示 是头天晚上十点二十分上下 李倩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从学校正门出来 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小超市 五分钟之后 从超市里出来 往回走时 正好和死者卢若梅擦肩而过 并且礼貌地向对方点了点头 录像定格在两人分开之后 死者卢若梅已经过了马路 正要走进小胡同的那一瞬间 李倩似乎是漫不经心地 扫了卢若梅一眼 由于清晰度的问题 他脸上的微表情 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随即 他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整个人都往后退了一大步 朱虹盯着屏幕看了片刻 半睁半闭的眼睛 这终于睁大了一些 标准的杏盒眼里 却露出了一双非人的树桶 看起来分外的诡异 他看的是路灯下面吗 路灯那个位置 能再清楚一点吗 朱虹动手把局部放大了一些 但花枝改善有限 不行 我尽力了 过两天送你去读载质研究生 给我好好提高一下技术水平 朱虹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读一个下来 少说得两三年 我这个一个月一次 这怎么跟人家解释 三天两头请假的问题呀 你不会说自己痛经吗 笨女人 赵云南是脸不红 心不跳 朱虹沉默了一会儿 领导 你总是打破我对你的义泥幻想 知道是领导还敢一银 奖金不想要了 赵云南在他的脑袋上 按了一下 朱虹把眼睛眯得更细了 伸出蛇腺子一样的 细长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你要是愿意让我睡一宿 工资我都可以不要 白给你打工 真的 赵云南低下头 是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 朱虹没敢接茬 他突然有种感觉 这卖身求内啥的事 他们这个死不要脸的领导 是真敢得出来的 工作时间 调戏领导 很好 朱虹同志 今年咱们部门的党客名额 就给你了 准备一下 好好提高一下 你的思想觉悟吧 朱虹后悔 闭嘴太晚 只好是顾左右而言他 如果监控拍不出来 说明他不想让人看见 除非是天眼开了 这女孩能看见那东西 大概是因为 他动过轮回鬼的缘故 赵云南撑在桌上的手指 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轮回盘我是知道 一般就是刻着真言的日轨 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 这东西有什么特别的 起时下午的时候 你一提起老日轨 我就想到了他 柱虹弯腰打开了 办公桌下的抽屉 从里面取出了一个 旧式现装的账簿 这是我从地府那头借来的 你有空可以仔细看看 传言说 他的底托 是用三生石的碎片打的 后面的鳞片 是望川里的一种黑鱼 长三尺三寸 覆策鱼鳍 坚硬如金石 而且指向一边生 赵云蓝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 朱虹翻开了那本老账簿 据说当年 排骨开天辟地 哎 等会儿 不是排骨 盘骨开天辟地 哎 差不多啊 据说当年 盘骨开天辟地 两分阴阳的时候 从黄泉路和望川水为界 后来因为生灵越来越多 不便管理 方才立下了鬼门关的规矩 在鬼门关立下之前 幽冥便有了这四种圣器 后来四圣器 全部因为种种缘由 流落人间 这轮回鬼 就是其中之一 祝鸿修长的手指 从书间划过 赵云蓝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这节 轮回鬼三字之下 是以小凯标注的 解兽二字 解收 赵云蓝眉头一皱 立刻想起李倩身后跟着的那个 异常的心魂 我让你查的李倩呢 他身边的人 有没有心思没过头期的 有 李倩的奶奶 八月底刚去世的 赵云蓝文言 身体往后一痒 慢吞吞地点了根烟 那应该没错了 难怪老太太的魂魄 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 感情是被三生石隔着生魂呢 我说那小姑娘怎么满嘴瞎话的 哼 跟老人接受 也亏他 哎 轮回鬼代表招生息落 望川里的黑鱼鱼林 也只往一边生长 所以 只有年长者上年轻人接受 不可能反过来的 赵处 你是不是误会人家了吧 祝洪说着 是凭空一身手 一张写了字的宣纸纸条 就飘飘悠悠地落到了他的手里 上面写着李倩的名字 随后小字标注了生辰八字 再之后 是两行模糊补清的字 看不见具体写了什么 只能勉强看出 有土改的痕迹 地府帮我查过了 李倩的生疏年份 确实被人为修改过 阳寿不是改长 而是缩短 赵云岚有些意外的一条眉 轮回鬼 轮回鬼 三生石上转三遍 你半生来 我半世 不求同生 求同死 意思就是 如果有了轮回圣级 就可以用自己剩下的一半寿命 换回已经死了的人 从此 与她同生共死 两年前 李倩的奶奶 寿数到头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这小姑娘用自己的一半寿命 换回了她 赵云岚一言不发地听着 你没回来的时候 我查了她的一些相关背景 这个李倩虽说是本事人 但是一直没有生活在这里 以前是跟她奶奶住在外地 我打电话给李倩原户口所在地的村干部 那边告诉我 李倩小时候是她奶奶带大的 父母大概是在外面忙工作吧 这一直也没有回去过 哦 她还有个弟弟 当时那个年代 正好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 父母为了超生 所以 你明白了吧 嗯 赵云岚是嗡了一声 主红继续说道 村干部说 前老年老太太突发脑梗 别人都以为她要不行了 结果这不知怎么的 她有奇迹一样的好了 不过 还是有了一点后遗症 后来 她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 过去说的老年痴呆 我估计是脑狗造成的神经细胞损伤引起的 一开始 她是旺盛 后来越来越严重 这人都认不清了 智力也严重退化 而半年以后 李倩也正好考上了本事的研究生 她的父母 这才不得不把老年和孩子一起接走 也就是说 以命换命这件事 应该是李倩的奶奶大病时候发生的 赵云兰谈了谈烟灰 她那时候住在老家 应该是在老家找到了祖传的老物件 这也说得通 可我看不出 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她干嘛要对我满嘴瞎话呢 或许有殷勤 祝红把椅子转了过来 手肘撑在椅子把手上 用那双树桐看着赵云兰 冷血动物内叫人觉得吓人的眼睛 长在她的身上 这不知怎么的 反而让人看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温柔意味来 你想 要是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 你那么爱他 应可用半辈子换他 他却不知道为什么 再一次在自己面前没了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赵云兰是表情漠然地皱了皱眉 似乎心里还在犹疑 听着这种催人泪下的故事 他非但一点也不觉得感动 还在那里拔着范儿的研究 仿佛不拔出点猫腻来 是不肯罢休 朱虹简直分不清楚 他们两个谁才是冷血动物了 只得轻轻地叹了口气 好吧 朱女士 你给指教指教 赵云兰是怂了怂肩 李倩经常在网上买些东西 我查过她的购买记录 大多数都是一些老年人保健用品 她的零用钱不多 大部分是家教和给导师做散活挣来的 别的小女孩臭美都美不过来 她居然很少给自己添东西 我觉得 就冲这一点 她就是个好孩子 如果核实了和本案无关 有些事 她要是不想说就算了 你也是可而止吧 何必逼人太甚呢 物质不说明问题 有时候恰恰是没感情了 才会用物质不足 她这句话 在祝宏一脸 以无情以冷血的无声控诉中 没了声音 行吧 假设像你说的 她分了一半的寿命给老太太 为什么 现在老太太死了 她还活得好好的 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出了意外 比如 老太太阳寿未尽就去了 林静在那头 给我传了昨天走失的魂魄名单 我查了 里面确实没有她 她在外面晃荡 很可能那边也不知道 老太太的魂魄 应该是被轮回鬼连着活人 说不定 就是这么躲过阴差的 嗯 赵云岚想了想 怎么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不让你发现了没有 李静和卢若梅 乍一看 身材非常像 发型也差不多 陌生人从背后一看 几乎分不出来 而且那天又恰巧穿了 同样的衣服 而卢若梅 正好死在和李倩相见后 你想 李倩用过轮回鬼 他身上 肯定沾染了 幽明圣物的味道 要是真的能躲开阴差 说不定越狱的 你是说 恶死鬼的目标 可能本来是李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稍后继续 第十三集 该死 离开内离 马上 赵云岚掐了烟 迅速从兜里摸住了手机 天快黑了 我只留了个小废物在那 不行 得过去一趟 谁啊 刚来就被吓晕的那实习生啊 对了 张魂使得败铁呢 给我 赵云岚回了他一个 十分糟心的表情 朱虹下巴点了点桌角 却不敢伸手去碰 只见那是一叠 通体漆黑的小侧子 外皮漆黑 用朱砂写着 孤魂铁拜上 令主亲齐几个字 里面是烤旧的断面 闲文糟糟地写了几句 不相干的客气话 然后大提把饿死鬼越狱的事 简单提了题 最后点名 今夜子时 猫前来百会 叨扰之处 万望见亮 通体齐齐整整的兽金体 几乎说得上是有艺术价值的 赵云岚一翻开帖子 朱虹立刻是十分畏惧地 往旁边挪动了一下椅子 这斩魂使 是个神不神鬼不鬼的人物 要说他是个鬼仙 却也不尽然 却也不尽然 传说他本来是九幽阴明处最深的一抹煞气 与钢风相邪画成 生而不祥 雪光冲天 但又有钢风护体 画成一把斩魂刀 这按着戏文里的说法 就是能食善恶 变中间 因为这把刀 后来他也被称为斩魂使 上城三十三天 下去十八层地狱 天地人神 一切魂魄 但凡有因 皆可斩于刀下 也许是因为这个 所有人都畏惧他 唯独除了赵云岚 他觉得自己大概是 皮糙肉后少根筋的缘故 不但没觉得斩魂石有多么吓人 反而觉得对方是温文尔雅 为人不错 唯一的缺点 就是这说法写信老家的一些知乎者也的 文艺强太重 废话略多 他看出来 祝侯那不自在 于是是一目十行的扫文 随手把孤魂帖往包里一塞 没你事你就下班走吧 办公室这里的事 晚上交给汪峥 这两天你没有腿 这踩个刹车都能滑下去 去什么地方都不方便 下班以后尽量别出去归婚 好好休息 对 临走 替我联系一下临近 那边要是没什么事 就让他赶紧回来 别乐不思蜀的 一个破阴曹地府 有什么好逗留的 祝侯一听不用面对某人 立刻是如实重负地点了点头 得 我走了 赵云岚一边大步往外走 一边拨通了郭长成的电话 当郭长成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 是他的领导时 顿时不由自主的是原地 烧席立正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 没出什么事吧 赵云岚是立刻有些担心的 郭长成的舌头 这会儿就开始打了结 说来也奇怪 经过了一上午 他已经敢于在态度温和的赵云岚面前 说句人话了 可是这对方的声音 一从电话里传过来 他那胆 顿时又缩水缩成了渣渣了 难不成 是因为领导声音在电话里 听起来比较冷淡的缘故吗 郭长成的呼吸是越来越急促 赵云岚简直怀疑自己 这一通电话要把他下的心脏病发作了 眼看着郭长成是结结巴巴 这已经快要捣不上气来了 赵处只好是叹了口气 哎 你周围有别人吗 有的话把电话给别人 没有的话把电话给大姓 郭长成是如实重负 默默地把电话递给了沈碑 还好 这沈教授靠谱 三言两语就把怎么送礼建到医院 在哪间医院 哪间病房的事都交代的是一清二楚 临了他问道 怎么 李倩同学的事还 他一句话说了一半 这电话里就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喂 喂 赵云岚似乎说了句什么 可是断断续续的 沈碑是一个字都没有听清 他往窗口走了两步 乍一看像是想恢复一下信号 可是 却趁着郭长成不注意 这轻轻地揭开了窗帘 往外望去 同时 嘴里还好似不明所以地问道 喂 喂 你说什么 还是听不见吗 这一次 赵云岚的声音清楚了 沈碑只听见他短促地说道 该死 离开那里 马上 一道黑影 在沈碑漆黑的瞳孔里是一闪而过 他不由自主地眯了一下眼睛 随即 病房的灯 瞬间就灭了 沈碑旁边的玻璃是哗啦一下就碎了 尖锐的猫叫声 一边响了起来 赵云南的那只黑猫是一跃而起 沈碑只觉得一阵风从他的脸色划过 随即就闻到了一股恶臭 有腐烂的臭味 又带着死鼻的血腥 黑暗里 谁也没有看到沈碑凭空伸出了手 这一把抓向了虚空 然后他当开手 一条通体血红的小虫子 就在他的手心里恐惧地扭动着 沈碑面无表情地捏死了他 沈吸了一口气 小心地把自己的煞气收了回来 赵云南在电话那边似乎还说了什么 可是干扰信号太强 这一个字都听不清 周早已经混乱成了一片 猫在尖叫 似乎是跟什么东西互相摔打的声音 缓成了一团 然后就是一声巨响 这又有什么被丢了出来 撞倒了一把椅子 沈碑往后退了两步 这时手机已经因为没有信号 而自动挂断了 他把手机屏幕的光打到了最大 抬手就往前照去 小心 这一个陌生的男生说道 装翻了椅子 以及促然开口示警的是大庆 倒下的椅子 正好把慌不择路的郭长城 办了一个四仰八叉 沈碑回首 正碰到戳在病房角落里的木杆蹲步 瞬时抓起了蹲步 不木杆往前一推 同时 上身飞快地向后一仰 就听一阵叫人牙算的碰撞声 响了起来 一道黑影以急快的速度 从他的头顶上是窜了过去 他手里一沉 顿部的木杆被从中间劈成了点半 黑影是一跃而过 这悄无声息的 就像是一个影子 快地让人看不清楚 静止 扑向了病床上的李倩 李倩此时被注射了镇定剂 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 这时 所有人的眼睛都开始适应了黑暗 接着那手机的微光 沈薇就看到了一个黑影 那张开的嘴 至少有九十度以上 使得那玩意儿后仰的脑袋 就像是被一个开了瓢的习惯 这一次 郭长成还没来得及晕过去 他目瞪口呆地目睹了 这眼前发生的一切 心跳还没来得及速度加快 脑子里就已经被刷成了一张白板 全身的血飞快地向四肢涌去 哆哆嗦嗦 就像是一个刚蹦过急的蚂蚱 飞速飙升的血压 让他有种自己的脸都打了两圈的错觉 这一个声音是在他的脑子里疯狂地叫道 那什么 那什么 那黑影是个人形 身体干瘪瘦长 看着就像是一具骨架 可是 却挺着一个大的吓人的肚子 他的上肢变成了一对巨大的链刀 无声地吼叫之后 这狠狠地向着李倩的肚子劈了下去 直到这时 郭长成迟来的吼叫 才找到了出口 他不坚弹地连叫了三声 啊 啊 啊 身为脸色是木然一沉 急快地迈出一步 然而就在这一时 这一个人影忽然挡在了李倩的床前 那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老太太 可能还没有一米五高 胖吞吞的 头上顶着一个可笑的假发剂 这节 他凭空出现 奋力地装开双手 伸展他那圆滚滚的身子 就像一只笨拙的老母鸡似的 拼命地挡住了病床上的女孩 身为收回已经划出了一步 这一进一退 如点光石火 竟然没有人察觉到 同时 他远远地拎起了被大镜撞到的铁椅子 照着那个黑影的方向 就狠狠地砸了过去 椅子准确无比地撞进了黑影的身子 把它顿时撕成了两半 那东西发出了一声 像是发怒的星星一样的尖叫 被铁汉的椅子撕开的身体 是藕断丝连地粘着一点 晃晃悠悠地挂在了一边 然而随后 那粘着的地方 就像是主匪的水一样 咕嘟咕嘟地冒出了大大小小的气泡 如同午夜噩梦里 那个阴魂补散的怪物 两半边的身体剧烈的晃动着 口中发出了骇人的声响 这一点一点的又涨到了一起 涨 涨 涨到一起了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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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一起了 郭长成嘴里是前不招寸 后不交件的叫唤着 这也不知道是添乱还是添乱 沈威只好扑过去 把砸过床头照又飞出去的铁椅子 捡了回来 然后宠着那怪物的身体 就是一头的冷温 沈教授为人斯文 这动起手来 他是一点也不客气 温准很营养不缺 在别人还被恐惧笼罩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时候 他已经是先下手为强 把那玩意儿砸了个七八瓣 这才是脸不红气不传 把铁椅子扔到了一边 兵房里 顿时静默了两秒 别愣着 赶快走 真是饿死鬼 椅子咋不死他 你方才不过是仗着这屋子里的洋气充足 侥幸得手 真激怒了这东西 这可是不好玩的 喵 这随后大惊跳到了李倩的床头 是颤着胡子说道 沈薇抬起头来 跟那黑猫是大眼瞪小眼 是瞪到了一块 嗯 别瞪了 没错 你没看错 就是我在说话 你已经拿一把铁椅子 把饿死鬼都开瓢了 就先别在这扯什么子不语 怪力乱神了 快走 这也不知道究竟是沈薇心理素质太强 还是他接受程度太高 大清话音没落 沈薇已经是如梦方形般的弯下腰 飞快地背起了李倩 情急之下 居然还彪悍地跟猫对了一句话 刚才那老太太呢 不要管 他会跟着的 不用担心他 那不是人 是个心死鬼 啊 小郭警官 跟上 沈薇是嗷了一声 这次是彻底地抛弃了唯物主义 郭长成嘴巴张得大大的 耿着个脖子 这凹长了一个十分高难度的造型 沈薇背着李倩又提高了音量 小郭警官 郭长成是如梦方形 八爪张鱼似地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四肢并用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我我我我我 别你了 赶快开门 郭长成的中心处理器已经负载过重烧焦了 这完全是按照指令是指哪打哪 文言是连滚带趴地撞开了病房的门 此时 楼道里连一丝灯光都没有 值班的医生护士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每个病房都是空荡荡的 整个一层变成了一个鬼龙 黑猫与和他体型十分不符合的敏捷速度 跑在了最前面开路 沈薇背着李倩 郭长成只好断后 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罗道里 是一圈一圈地徘徊着 不知道是不是哪扇窗户没关好 这总感觉有股小阴风 在他们周围旋转 吹着郭长成上后脖颈发凉 这使得他那吓得有些发麻的脑袋 竟然慢慢地清醒了过来 他总觉得 自己身后 有什么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稍后继续 第十四集 我们遇上鬼打墙了 可是郭长成不敢回头 小时候 因为跟在老人家身边长大 被灌输过不少封建迷信思想 其中就有快智人口的一条 走夜路的时候 千万不能回头 否则会把肩膀上的两盏灯给吹灭 到时鬼怪都会来害你 然而 尽管郭长成是拼命克制 方才在病房里看见的那一幕 却又总是在他的脑子里盘旋 他越是想 就越是有种紧迫的恐惧感 总是觉得 那个东西也许就要追上来了 他看起来 可不管别人肩膀上是有灯没灯 那孕妇一样的肚子 那螳螂大刀一样的上肢 郭长成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觉得这样脆弱的脑袋 人家一兜这切五个都不带费劲的 继而 他丰富的联想能力 又回到了那起 尘世在小巷里的尸体 郭长成没有见到真正的现场 只是看了照片 那年轻的女孩被抛开的肚子 就是一个画面 已经足够让他做三四个月的噩梦了 回头 不回头 回头 回不回头 这个问题 就已经快把郭长成折磨死了 他的额头上很快就布满了冷汗 他伸手擦了一把 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儿 他就追上了背着一个人的沈飞 在这种情况下 郭长成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沈飞 这按照本能 他快要扑上去抱住沈飞的大腿 喊救命呢 郭长成从来不是那种能直面冲突的性格 逃避 逃避对于他而言就像是猫吃鱼狗吃肉 简直是植根于基因里的 现在他的基因在告诉他 沈飞和黑猫中间的位置才是最安全的 段后这个位置说起来很帅 可他已经快要被吓风了 而就在这一时 沈飞的脚步忽然停了一下 李浅大概是恍惚有些意识 但是又没有完全清醒 在他的肩膀上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滑 沈飞只好停下来 调整一下背上女孩的位置 郭长成却不知道为什么 也鬼使神差地跟着停了下来 他不但没有抢到前面 反而保持着向前看的姿势 在不扭头的情况下侧过身 僵硬地侧过身 眼睛往身后的方向是斜了一眼 靠住了走廊的墙壁 这是某种为前面人警戒 保护性的姿势 我 我是个警察 郭长成想起了这件被遗忘了很久的事情 我 我是个警察 我是个警察 我是警察 接下来 郭长成就像是个复读金一样 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仿佛这样念叨着 他就能获得某种容易感和勇气一样 可惜 我是个警察这五个字 显然没能构成一个咒语 除了浪费唾沫 甚至屁用都没有 他还是快要被吓疯了 一边这样念叨着 郭长成一边觉得自己的视线开始有点模糊 他后知后绝地抬手一摸 就映上了沈薇那惊恶的目光 郭长成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哭了起来 郭长成觉得自己理解沈薇的精语 这一个小时之前 沈教授还是一个正常的大学老师 这一个小时之后 他却亲身经历了这么如此离奇的事件 为看人的人影也就算了 现场竟然还有一只会说话的猫 以及一个被当场吓哭了的警察 其实郭长成自己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哭 不过他随即就意外地发泄 哭比任何表情都更有助于发泄情绪 减少恐惧 至少比那句狗屁 我是个警察馆用得多 于是他深吸了口气 竟然肆无忌惮地嚎啕大哭了起来 这一边哭 竟然还一边肝肠寸断地愁也着 快快快跑 我我断后 我保护你们 沈薇断时是一阵的无语 他目睹了这么多的怪现状 大概是已经麻木了 保持着这样诡异的队形 转眼黑猫就窜到牢梯口 撒牙子往一楼冲去 两个男人带着个昏迷的姑娘快速跟上 沈薇手里一直拿着郭长成的手机当手电用 跑动中 屏幕的光无意中在墙角扫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郭长成就爆发出了一阵非人的惨叫 哭哭啼啼的还不耽误豪叫 可见小郭警官虽然是个死宅 可这废活量还真不是盖的 沈薇是定睛你 你看 这姐墙角趴着一个孩子 不 也许说应该是个胎儿 很瘦小 比普通刚生下来的小婴儿还瘦小很多 大概是个不足月的 他顶着稀疏的胎毛 脑袋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挤坏的皮球 露出了扭曲碎裂的头骨和脑子 那五官围着 嘴张着 嘴里没有一颗压 他就像是医学院的标本一样 安安静静地趴在角落里 用空洞变形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们 叫什么叫 喵 大庆是中气十足的呵斥道 这里是医院 银记重 这样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 别跟个乡霸老一样没见过世面 愚蠢的人来 喵 那是什么 沈薇的声音也有些干涩了 没生下来就被打汰的小鬼 大庆是一爪子抓向了墙角的小鬼 婴儿发出了猫咪一样的哭声 然后是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喵 别磨蹭 饿死鬼快追上来了 大庆的前世 这大约不是个猫 是只乌鸦 他的话音这没弱 郭长城沈薇 同时就闻到了那股 含着腐烂气味的腥丑味 速度立刻快了一个党 说话间 他们已经离开了二层的住院部 跑到了一楼 而这时 他们身后响起了一下一下的脚步声 那又是什么 郭长城都是带着哭腔在问 难为他这时候脑子竟然异常的清楚 饿死鬼 不是像影子一样吗 怎么会有这么重的脚步啊 我他妈都说过了 这是医院 生死轮回 藏污纳垢什么东西都有 大镜中的是大吼大叫 喵 哎哟 你岂是胖子吧 朝中怎么了 我们胖子不投不强 不耍流氓 朝中挺好的 沈薇已经不知道 这是他今天晚上第几次 无言以对了 他简直不能想象 赵云岚平时就带着这么些员工 这究竟是在一种怎么样的气氛里 敢正经工作的 背着个人 沈薇却没有显出疲惫 甚至连气息也不乱 眼看着黑猫又要炸毛 他只好像个面对问题儿童耐心的老师那样 不慌不忙地开口说的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咪咪 出口在什么地方 喵 别用那么傻的名字叫我 犯人 大镜是继续炸毛 呃 沈 沈猫 沈薇是从闪如流的改口 咱们好像已经绕着楼道跑了一圈了 请问 你有什么高见吗 大镜是急刹车 沈薇差点一脚从他的身上踩过去 猛的是往旁边挫了一步 闲闲地停住了脚 郭长城就像是死狗一样地靠在墙上 不住地刀气 其间还打几个哭嗝 大镜伸着耳朵 侧过他那张扁平的脸 在手机那一点微光之下 一对猫眼发着悠悠的光 过了一会儿 他平静地转过头 喵 我们遇上鬼打枪 沉重的脚步声 这一次是从他们前面走过来了 模模糊糊的影子打在墙上 影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这仔细一看 却是几十个人形的影子 他们挣扎扭动 发出无声的尖叫 相互撕咬 彼此年连 每一天都有生命在这里不甘的终结 他们游离于此 穿梭不去 对生者满怀嫉妒 贪婪着那些活人身上的气息 却又不能靠近 总归是人鬼殊途 那样怨恨 那样的绝望 跑 大庆觉得这是他整晚上喊得最多的一句话 这要是给他一把发令枪 他都快可以出去主持运动会了 三人一猫 是连滚带爬地钻进了一个小小的储物间里 最后一个进来的郭长春 是玩了命地把门关上 整个人贴在铁锈味浓重的小门上 用身体是死死地顶住 直到落索 他这才有时间 吸溜了一下哭出来的鼻涕泡 简直不敢相邪 自己竟然还活着 方才这有一只手已经抓到了他的脖子 那阴冷的触感似乎到现在还在 沈威把李健放到一边 立刻赶过来 帮郭长成七手八脚地搬来的各种的东西 把储物间的门给堵得是掩掩实实的 两个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小门就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用力地撞了一下 郭长成被那一声巨响 吓得是直接跪在了地上 撞门只持续了两三下 然后紧摸了片刻 紧接着就传来了尖锐指尖挠铁门的声音 靠着门正在往地上划的是郭长成一机灵 背后是触电一般的窜的厨具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而后他哭丧着脸转向了沈威 我还没拿到替贵的工资呢 能不能在我死之前让我看一眼 我那花不着的工资啊 沈威觉得这种情况下笑出来 似乎是不大好 可他实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郭长成了 郭长成继续发神经似的抽叶了一下 沈教授 你有啥美景的心愿吗 沈威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 但他竟然还是认真地思索了一下郭长成的话 然后点了点头 有一个人 我和他萍水相逢 什么关系也没有 在他心里 我只是个说过两句话的陌生人 沈威在之前挠门的背景音下 轻柔地说道 可我 还是想再多看他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大家的收听 第十五集 是个很正常的人类 这个男人大概有三十来岁 中等身材 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手腕上戴着一串檀香木的佛珠 乍一看 是个很正常的人类 下了车 此人就从兜里摸出了一个手机 调到了摄像模式 镜头对准自己的脸 以背后的医院为背景 在一片黑灯瞎火之中 是平平板板地开始自拍 这嘴里还是念念有词 9月1日 21时23分 在东城区宝塔东路龙城 第二医院执行特殊任务 执行人临近 完毕 一辆黑色的SUV在他的身后 是急刹车 赵云兰粗鲁地扯下了安全带 从车里窜了出来 把你脑袋里的水空空 抓紧时间跟我走 这朵火烧没毛了还自拍 赵云兰是火冒三丈 这他妈混蛋 烧起来捅共就管这么几个货 这除了非人类就是脑残 整个医院都笼罩着一层黑气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可所有从宝塔东路匆匆路过的行人 都仿佛对此是视而不见 赵云兰轮番拨打了两次 郭长城和沈碑的电话 全部都不在服务区 他嘀嘀地骂了一句 粗鲁的是一脚踹开了医院的大门 猛的 这一团黑股就向着不足之客扑了过来 赵云兰脚下几乎没停 敏捷的一矮身 从裤腿里抽出了一把手掌长的小匕首 脚尖点了一下地 利索地错开了半部 手起刀落 就把黑影给劈成了两半 更多的黑影从医院里往外冲 跟在赵云兰身后的林警士摸出了一把枪 一边嘴里转葫芦丝的念经 一边是一枪一个 绝无了网 妈的 新来的小废物别是八字有点问题吧 赵云兰看着把整个楼道都堵得严严实实的黑影 感觉自己尽了一个让头发塞满的下水道里 去学校的赵怨魂 到医院又招小鬼 把他往风神演义里一插 整个就是一个招魂翻 色即使空 回头我给他做场法事 赵云兰对老布像是一点都不客气 撕你个头 要么说人话 要么给我闭嘴 空气十色 林警士淡定地接上了下班去 日你而就老爷 领导物犯称心 物成色欲 林警沉默了片刻 是阴阴劝说着 他一定就是因为这些人才对上班产生了深刻的厌恶情绪的 赵云兰是深吸了一口气 叼住小匕首往兜里摸出了一张黄纸符 抬手往上一地摸出了打火机一点 那纸符立刻就像是干柴碰上了烈火 呼啦一下 着了个不可收拾 一团黑影这没来得及撤退 就被那火苗卷了进去 吞噬了死灵的火叶 顿时窜起了三尺来高 无数退避不暇的小鬼被火蛇舔了进来 整个楼道里 瞬间就好像飞出了一条火龙 一路是火花带闪电 以瓦斯爆炸的霸气烧了过去 咆哮着冲开了一切矮事的路障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赵云岚看林静还在那念经 顿时是一脸的菜色 半分钟后 楼道尽头剩了一个 逗大点的火苗 仿佛刚才冲天而起的大火 只是一场烟花一样的幻觉 赵云岚这才大步走了过去 弯腰借了这么一点微末的火 点了根烟 叼在了嘴里 冲林静是一白手 率先推开楼道尽头的门 继续往里面走去 而躲在储物间里的三个人 不知道他们的救援已经是尽在咫尺了 外面那鬼东西挠门的声音 是越来越尖锐 也越来越急促 郭长成的呼吸也跟着是越来越急促 他的神经再次在看不见的地方 崩成了一根直线 几乎时刻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沈飞只好忽略地 不止下问地低头问黑猫 我们现在怎么办 大庆显然是一直见过大世面的猫 淡定而冷静地回答道 放心吧 再坚持一会儿 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 找出估计就听明白了 等他来救我们 什么 他一个人 这 这安全吗 他怎么进来 喵 不用担心 他皮草肉后 这把小鬼咬破死他 大庆对他的关注点十分的无语 这游戏屋里的摆了摆尾巴 沈飞是皱着眉头 靠着墙是想了想 咱们没办法自救吗 大庆抬头秒了他一眼 将再成几个活物 是挨个点了一遍名 你看 我们的战斗组合是这样的 凡人 废物 植物人状态 一级我 吉祥物一支 还自救 你觉得咱们四个 自己找个蒸锅躺进去 够不够给饿死鬼塞个牙缝呢 我刚才不是用椅子 就把他砸上了好几半吗 那是因为刚才他饿着呢 急着进食 没防备身后 你们两个小伙子洋气又重 让他多少有些虚弱 这才一时阴沟里翻船 被你偷袭得逞 现在这医院阴气重重 他一路追过来 当于是喝了好几盒脑白金 说不定正上着火呢 娘的 这怎么汗也有一支 大庆话说到一半 就被角落里突然传来了 一连串小孩子尖锥的笑声打断了 沈飞低头一看 只见一个大约五六岁 脸色惨白的小女孩 正蹲在地上 一边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一边去抓黑猫的尾巴玩 他还没来得及看清 这个小女鬼到底有没有轻蔑獠牙 就觉得身上一沉 郭长成就像个树袋熊一样 这一下扒在了他的身上 救命 这个刚刚还在朦胧眼泪里 说过要保护他的小警察 是紧紧地扒着审贝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哆嗦着 这扯开了嗓子 喊出了他已经憋了一天一宿的真心话 有鬼 有鬼啊 这小女鬼死的时候应该年纪不大 心智可能也不全 大约是有些人来风 他找到了新的娱乐方式 立刻放弃了黑猫 颠颠地飘到了郭长成的脚底下 这仰着头 欣赏这个熊包叔叔 在郭长成眯着眼 小心翼翼地低头看他的时候 他就突然伸出舌头翻起了白眼 保持着脸朝上的姿势 脑袋在脖子上是转了个三百六十度 最后是半连半掉的在半空中是一摇一摆 郭长成是白眼翻了三次 这又翻回来 刀气刀了半分钟 始终也没能成功地昏过去 他简直把沈薇当成了一棵树 这紧紧地抱着他的腿 而且还试图往上爬 同时气沉丹田是大吼了一声 鬼啊 沈薇像战君子一样 鼻挺沉默地站在那里 一边拽着裤腰 省着斯文扫地地被郭长成把裤子拽下去 一边从这个背后的饿死鬼挠门 面前小女鬼掉头的场景中 找到了某种诡异的喜剧效果 这边不过才走了十几米的距离 赵云南的手表明箭 就像是血染过的 红得惨烈 表针脱离了时间刻度 像指南针一样的是疯狂地旋转了起来 只是旋转了半天 都没能转出个所以然来 这儿有太多不干净的东西了 已经干扰了明箭的正常功能 贾和尚 我这破表又掉链子了 你给我赶紧的 有什么招快点用 还有人等着救命呢 赵云南转头冲着林靖嚷嚷道 林靖闻言是一屁股盘腿坐在了地上 闭上眼 一手掐着佛珠 嘴唇不住的心动 活像是老和尚入定一样 这念气惊来 然而赵云南早已习惯了他的这副嘴脸 虽然是一脸的不耐烦 倒也没有打断的 双手抱在胸前 站在一边挡针 直接片刻之后 林靖忽然睁开了双眼 是大喝一声 招 他手中的弹幕浮出 哗啦啦的一响 随着林靖大仙一般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神神叨叨地指着一个方向 充满肯定的语气 这边 赵云南文言顺着他指的方向抬一脚就走 顺狗还问了一句 可以啊 这回怎么这么快 林靖在后面 用他那种固有的满条丝里的口气回答道 两个都是男的 年轻 阴际自然充足 哪怕带着大庆的一只黑猫 在一片阴气冲天里 也是特别显眼的 两个男的 不是应该还有个小姑娘吗 赵云南是一愣 女的没和他们在一起 赵云南是搜的一种梅 郭长成是个什么尿性 他不好说 但起码还有大清呢 那只猫尽管好吃懒做 但职业道德还是有一些的 再说 不是还有沈教授吗 那不可能 沈薇不可能把他的学生扔下 虽然他跟沈薇没说过几句话 可是赵云南就是有那种感觉 沈薇绝对不是那种人 沈薇又是何人 我听说新来的小子不是姓郭吗 林靖侧头疑惑道 赵云南懒得跟他多废唇舌 简短地答道 你不认识 林靖沉默了一会儿 上回你这么打发我 那还是打扮成衣冠禽兽的模样 去见你们大学小花的时候 每次你开始抠口唆唆 藏藏耶耶 都准时遇见美人了 你起码告诉我一声 这沈薇是男的是女的 阿弥陀佛色迹是空 赵云南是阴森森地回了他一去 林靖顿时无语 赵云南也不跟他多废话 钻进了阴森狭窄的楼道 举起了点着的打火机 打量着四周 走廊是四通八达 就像是一个四季的蜘蛛网一样 林靖为什么说 李倩梅和沈薇他们在一起呢 到底是他们真的是因为什么 把那姑娘一个人扔下了 还是 他们只是自以为带着她呢 而就在与此同时 处物室的角落里的李倩 静静地睁开了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稍后继续 感谢大家的收听